針對102題做說明 裡面基本上有幾個比較重要概念一定要有 比如說如何建立一個新的圖檔 建立新圖檔另外還有一個概念 新圖檔的影像大小 像素的尺寸 這個單位一定要特別注意 也就是說上禮拜也有同學選錯了單位選到公分 公分的結果就變成那張圖非常非常的大 可能好像幾千吧七八千的那個解釋 那大概相對如果跟這個300乘250比起來的話 那當然那張公分的話圖就非常非常的龐大 另外的話那個像素基本上跟那個將來你要列印的時候非常有關係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列印的時候你的 這個總像素太低的話列印出來會像馬賽克 所以其實要大概有基本概念 那一般的話做圖 這個像素是最常用到的一個單位 OK 所以如果將來你假設跟一些廠商或客戶做一些聯繫的話 通常我們要一張圖 通常會講的就是所謂的那個像素單位 那比如說以這一張圖來看 它的總像素是多少 其實就是300是寬 高的話是250 所以其實呢 這一張圖的話 就是把這兩個相成的結果 就是它的總像素了 大概是多少 75,000左右吧 如果75,000 75,000像素其實是相當相當的低啊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照 那個 手機本身的那個照相功能 最少應該都1000萬像素吧 應該都1200萬吧 新的好像到2000萬 前鏡頭可能畫素比較低一點 那後鏡頭可能 這個畫素都比較高一些些 OK 另外的話呢 這個圖檔 除了圖之外 影片也有 比如說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 那個108 比如說那個影片的單位是多少 像常常看到1080有沒有 1080P 有沒有或者是什麼720P 或者是2K 4K 4K 那這個單位到底是什麼 特別注意喔 如果是影片的話 它這個1080指的是它的高度 高度是1080 有沒有 也就是說 那寬多少不一定 因為大概都16比9 要不然就16比10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影片呢 跟這個圖 靜態的跟動態 其實觀念是一致的啦 OK 那差別我上來幫我特別強調 影片的話基本上 就是 等於是會動的 這個等於是它因為視覺佔流的關係 所以一秒鐘 至少會是30個畫格 30畫格 有點像那個 以前卡通影片各位有概念嘛 就是它會每一張每一張 會去動 另外還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這邊順便要講一下 還有什麼呢 這個所謂的 這個什麼 像素英寸 這個叫DPI 一般的話呢 我們叫DPI 那什麼叫DPI呢 特別是要 這個D的話 第一個D就是 就是所謂的DOTS啦 DOTS的點 其實指的是像素啦 也不能講指的像素 指的是那個點 正方形的點 那P的話是per 每 I的話是inch啦 意思就是說 每一英寸 有多少個點 那當然每一英寸的點越多的話 看起來的話越細 OK DPI如果你們有用在別的地方 其實差不多 那一般的話呢 至少 那個DPI 至少是多少才合理 一般 如果你要拿去充洗照片的話 一般是要300DPI 最少是要300DPI 上禮拜我們有講過嗎 如果你300DPI的話 換算下來 如果你要充洗出一張 4×6的照片 換算下來 至少要200萬像素 以上 的照片 充洗的話 才會沒有馬賽克的這個狀態 當然如果你的像素越高的話 充洗出來的相片越細緻 所以如果你要充洗海報的話 那不得了 你那個海報 你的解析度就要非常非常的高了 如果你像素不足的話 那你充洗出來的照片 當然看起來就沒有那麼漂亮 為什麼 因為那個就會有一些鋸齒狀 要不然就是有馬賽克狀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一下 其他還有像色彩 色彩的話這邊是幾位元 然後這個位元數越高 顏色就越高了 基本上8位元就256種顏色 256種顏色其實是 看起來其實不算醜 但是看得出來其實顏色不夠 OK 所以一般的話 至少16位元 算是32位元的顏色數 可能會比較剛好 我們 希望做出類似像這張圖 我們上個禮拜是1跟2做完了 比如說 第一個我們要怎麼樣做出一個背景 背景的部分的話 就要新增一個圖層 所以上個禮拜有提 提到一個概念 就是所謂的圖層概念 因為有蠻多同學 對於Photoshop 沒辦法很 順手的操作 其實有個部分 對於 圖層的概念不太清楚 也就是如果你這樣操作哪個圖層的話 你必須要選哪個圖層 否則的話你沒有辦法去控制它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然後我們需要在那個圖層上面增加一個背景 然後再用漸層工具 所以我們有用到漸層工具 顏色的話就RGB 把顏色填上去 然後再來怎麼樣 把吉祥物去背 去背 所以上個禮拜又做了一個去背動作 然後把那個吉祥物放過來 就完成 上個禮拜練習 所以請各位待會先開啟上個禮拜 第一個檔案 102A 大概做到這裡 後來我們有做個變化 有沒有把這個 吉祥物呢 再做變化 那 特別注意 就是說你存檔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存的是 所謂的PSD 所以PSD的話呢 你的圖層基本上都還是存在 也就是如果你在點選圖層的話 基本上 你才可以去 變動他的這些 圖層 但是跟各位講喔 上個禮拜我有請同學 把它存成JPG有沒有 JPG的圖檔 有沒有 那這兩者怎麼差別呢 當然知道 那JPG當然是一般我們用蠻多的啦 有沒有 只要你照片存檔的話 那其實最大的差別 第一個 如果你把它存成JPG的話 這些圖層就會消失 也就是說 他 他就 沒有圖層了 那也就是你之前做的那些動作都不見了 所以如果你要做後續的編修 一定記得 一定要存成PSD 那除非說你要拿去充洗的話 你可能就是把它出土變 把它另存成JPG 這可能要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JPG 他是一個壓縮的格式 也就是說他應該會比 PSD來得更小 可是特別是 他這個 壓縮有沒有 有一個缺點 他這個是所謂的那個破壞性壓縮 也就是說 他的土檔的品質 會比原來的稍微差 但是問題 他這個差差到什麼程度呢 基本上是肉眼幾乎沒辦法辨識的差 也是他的破壞 但是你幾乎看不出來 OK 所以你們可以另存新檔一下 存成JPG的土檔 大概就知道了 OK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 分別再把那個後面題目完成吧 因為上個禮拜就做到1跟2 那為什麼不直接往下做 因為 我覺得前面那個 所謂的那個影像的合成部分 非常重要 所以 大家請同學做做練習 因為如果你對那個影像的 合成 這個吉祥物 你不會把它 去背的話 那其實 很多地方你會做不出來 OK 所以 特別注意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請各位再把那個 宋春的這個練習 我們在練習檔裡面 會有一個叫PSD01的這個 宋春的這個檔案 把它拖拉 到我們的Photoshop 把它打開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個 宋春的這個字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呢 做出來的結果 類似像這個完成檔 我把它放大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反正盡量跟這個一模一樣 是最好的 怎麼樣把這個宋春這個字 有沒有 把它擺在這個位置 大小要跟這個一樣 然後 顏色要跟它一樣 不過你會發現 顏色怎麼不一樣 特別之外 它只有黑色 它沒有白色 那白色部分的話 怎麼出現的 你會發現白色 它跟黑色的關係呢 基本上 是有那個 好像重疊的感覺 所以 其實我們可以把 剛剛這個 宋春黑色 怎麼樣 可以複製一個 然後把 上面的這一個呢 把它填滿顏色 填成 白色的 並且讓它 浮在上面 這樣就可以做出 我們要的效果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那只是說要怎麼樣做 剛剛 可以做出 宋春的這個 這個圖 做完之後再把它 複製貼過來 其實就可以完成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畫給各位 把這一個 剛剛的這個塗膽 把它 放到 我們的圖的這邊 這個區塊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顏色的話 它本來是黑的 然後把它變成兩個 實際上就是在 把原來這個塗層 再複製一個 一個黑一個白 然後 可是白的話 它會放在哪裡 放在它這個黑的 應該算是什麼 左上的位置 而且 盡量呢 跟這個 示意圖 越接近越好 OK 那一般正照考試這樣 它給你一個圖 然後給你素材 要你把 那個效果做出來 其實大部分考這個 就是確定說 你是會利用這個Photoshop 做 需要的這個動作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的話呢 它有一些說明 所以我們按照這個說明來做 它就說什麼 將影像的宋春 置入一個新建的檔案內 所以這個 其實這個動作 我是覺得可以不用做 我們直接做後面 並將 圖的那個 圖層名稱 命名叫宋春 黑 另外的話呢 再複製一個圖層 叫做宋春白 所以 你需要做 重新命名圖層的 這個動作 所以第一個 請你把這個圖層2 重新命名 那怎麼重新命名 然後這邊的話呢 先點一下就可以了 叫什麼 叫宋春 一槓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把那個 宋春 一槓 然後這邊的話呢 把它改成 叫做黑 OK 另外的話呢 Enter 另外的話呢 再複製一個圖層 那複製圖層 特別注意 按右鍵 右鍵這邊也有所謂的 複製圖層 你右鍵之後的話 這邊複製圖層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個圖層 給複製了 那複製的話呢 這邊的名稱叫 就是什麼 宋春白 一個黑一個白 OK 然後 那另外你會發現呢 因為最後做出來結果呢 白的要在上面 所以呢 圖層 位置也是一樣 相對位置 黑的在下面 白的在上面 應該沒問題 那只是說呢 我們要把 白色的這個 目前是 還是黑的 所以要把白的變黑的 那怎麼樣 看看 把黑的變成白的 OK 顛倒 OK 那 當然呢 其實裡面有個功能 就編輯裡面有個填滿 填滿裡面的話 就可以填成白色的 你可以填滿嘛 填一個顏色 但是你要填顏色之前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不能說 我現在填滿 我就填一個白色 那他會怎麼樣 把整個 圖 都 蓋上去了 所以呢 我們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你要填白色的那個區域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的話 再填顏色就沒問題了 可是我怎麼知道呢 它的範圍在哪裡 範圍在哪裡 其實方法很多啦 當然你可以把那個 黑色全部選起來 那全部選起來 其實最快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你可以用快速選取工具 比較笨的方法是什麼 用這個什麼 套索工具 其實磁性這個也可以啦 只是說磁性的話 這裡面反轉,而且你會發現這邊會漏掉什麼 漏掉這裡面的東西,填上去不OK 所以特別注意,你們在選取的時候 可以試試看用這個所有的快速,當然這個不是很快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要用這個選取取消 如果把它取消選取的話,重新選 那我們可以用魔術棒工具試試看 魔術棒工具其實可不可以,其實也可以啦 不過我建議你乾脆選外面再反轉 可能會比直接點黑色來的快 因為如果你點的話,你會發現你要點很多次 如果點背景的話,其實只要點一次就好了 有沒有,所以有的時候要善用工具 然後再把它反轉 選取有沒有,反轉 反轉的話你會發現,就會選到我們要的部分了 再來的話,可是你會發現有幾個地方沒選到 為什麼?因為它好像跟外面是沒有通的 所以這一塊跟這一塊怎麼樣 應該要剔除掉 其實還有這一塊 有沒有 但是呢,我們沒有剔掉那怎麼辦 我們其實可以喔 再把它補一下 用Ctrl加 把它放大一下 不然它是太小了 那把它這一塊剔掉的話,記得喔 它原來是重新新建模式喔 記得把它改成什麼? 因為我要把它剔除掉,所以記得喔 把它改成什麼? 應該不是增加,應該是減少 所以記得喔,要把它用那個上文有提到 從選取範圍中減去 有沒有,減去的話呢 你就可以再點這一個區塊 點一下,有沒有,去掉 這一塊去掉 那底下這一塊,有沒有,去掉 但是這太小了 我建議你Ctrl再加,放大一下 但是還是很難選到的 不過再點一下看看,這樣應該OK了 點到白的 欸 好像是不好點 有沒有,不好點的話怎麼辦? 沒關係,不然你就改成什麼? 改成套索啦 套索,記得也是要用減去 減去的 然後把這一塊再框一下 但是好像不好 變成這一塊去掉了 CtrlLT加 這一塊好像去掉了 所以 這一個方法的話 也不是說很理想 我再把這個 這個再把它 這個再加進來 加進來就選這一塊 剔除這一塊的話 就是 再點這邊一下 那這邊其實相當不好 因為它像素太低了 OK,這樣好像就比較接近了 那Ctrl- 你會發現呢 我們已經選到宋春 再利用編輯 把它填滿 填滿成白色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就會變成 整個是白的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把 把什麼呢 把那個選取區去掉 因為它現在還在那個選取區域 所以記得 把那個選取區 把它取消掉的話 請你找到那個 上面這邊有選取 把這個虛線部分去掉的話 就是取消選取 OK 那你可以看到 已經 把白色的 給 黑的變白的 再來的話 我們需要怎麼樣 讓它移動一下 把它怎麼樣 移動到它的 左上 所以怎麼移動 記得喔 一樣要 把圖繩放在 宋春白 然後往左上移動 移動的話 需要 改變工具 改變哪一個呢 改變成移動工具 因為現在移動 所以 點擊移動工具 然後把它 點住它 往左上放 不過你會發現喔 這時候出來了 但是會有一個衍生性的問題 什麼問題 因為你的滑鼠 有沒有 其實是真的 非常不好 定位的 而且你看 你一移 它就移這麼多 有沒有 所以我再教各位一個 方式 設定它的位置 也可以 就是它的位置 你可以自己再 再去 或者是另外 有一招 什麼呢 你在選取的時候有沒有 你用移動工具之後的話 你不要用滑鼠移動 你可以用鍵盤移動 那什麼叫鍵盤移動 就是說你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按一下那個你的鍵盤的上下左右 如果你向 左的話呢 意思是說讓這個宋春白向左移動 有沒有發現 而且它會微調喔 所以鍵盤是微調 大概兩下吧 然後呢 向上兩下 這個時候呢 有沒有接近喔 你可以再比對一下 我是不確定的 有沒有看到 好像不夠 不夠的話你再過來 好像再補個兩下 再回來看一下 也不一樣 有沒有接近 反正越接近越好 看起來好像已經很接近了 OK 反正呢 最後就是盡量做到越接近越好 至於怎麼樣才是 標準答案 其實主要還是 看一下我們完成的部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利用那個 第一個 開啟 宋春 這個 檔案 它是PSD01 然後把它複製一個 按右鍵複製一個 並且 我剛剛是用那個 所謂的 魔術棒工具選取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然後把它用 編輯裡面的填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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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